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明年元旦起新智上路 從過去的週休二日延長為二點五日 成為全球第一個一週法定 上班天數少於五天的國家 在伊斯蘭的信仰裡 星期五是休息日 穆斯林通常會上清真寺做禮拜 因此在過去 阿聯的週五和週六為假日 但在政府最新的決議中 改放六日 而星期五只需要上半天的班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 阿聯推行新的工作週 可以減少跨國公司 海外客戶溝通聯絡上的問題 新措施上路之後 將有助於阿聯股市 銀行金融業務和經貿往來 與全球市場同步 不少民眾大讚這項新政策 但也有人懷疑一週放二點五天 是否能如政府所願增加全國GDP 甚至也有穆斯林反彈 認為這剝奪了他們的信仰 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人類 習以為常的工作模式 阿聯政府希望藉此平衡工作與休假 加強經濟競爭力 而目前新的工作週制度率先在政府機構實施 不過學校和企業也很有可能會跟著做出調整 公視訊網本編譯 更新的信仰 如果在那個廠大林河 說要做出調整